红楼梦卷四十一 贾宝玉品茶龙翠庵 刘姥姥醉卧宜红院 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 花儿落了,接个大窝窝 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于是吃过门杯 因幼豆去,笑道 今儿识说吧 我的手脚子粗,又喝了酒 仔细失手打了这慈悲 用木头的杯取个来 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无碍 众人听了,又笑起来 凤姐儿听如此说,便忙笑道 果真要木头的,我就取了来 可有一句话先说下 这木头的可比不得词的 它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的 刘姥姥听了,心下颠堕道 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 谁知它果真竟有 我时常在乡绅大家也付过席 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 从没见有木头杯的 哦,是了 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玩 不过宽我多喝两碗 别管它,横竖这酒,蜜水似的 多喝点子,也无妨 想必便说 取来再商量 凤姐乃命风儿 前面里间书架子上 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 风儿听了才要去取鸳鸯笑道 我知道,你那十个杯还小 况且你才说木头的 这会子又拿了竹根的来 倒不好看 倒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羊根子 整完的十个大套杯拿来 灌它十下子 凤姐儿笑道 哈哈,更好了 鸳鸯果命人取来 刘姥姥一看,又惊又喜 惊的是 一连十个哀刺大小分下来 那大的,足足的四个小盆子 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 洗的是雕露奇绝 一色山水树木人物 并有草字以及图印 鸳鸯说道 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 凤姐儿笑道 这个杯没有这大量的 所以没人敢使它 姥姥就要好容易找出来 必定要挨刺吃一遍才使得 刘姥姥吓得忙道 这个不敢 好姑奶奶,饶了我吧 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知道 她有些年纪的人 禁不起 忙笑道 说是说,笑是笑 不可多吃了 只吃这头一杯吧 刘姥姥道 阿弥陀佛 我还是小杯吃吧 把这大杯收着 我带了家去 慢慢地吃吧 说得众人又笑起来 鸳鸯无法 只得命人满针了一大杯 留姥姥两手捧着喝 贾母薛姥妈都道 慢些,不要枪了 薛姥妈又命凤姐布个菜 凤姐笑道 姥姥要吃什么 说出名来 我加了喂你 刘姥姥道 我知道什么名 样样都是好的 贾母笑道 把茄想,加些喂她 凤姐儿听说 一言加些茄想 送入刘姥姥口中 音笑道 你们天天吃茄子 也尝尝我们这茄子 弄得来可口不可口 刘姥姥笑道 别哄我了 茄子跑出这个味儿了 我们也不用种粮食 只种茄子了 众人笑道 真是茄子 我们再不哄你 刘姥姥诧意道 真是茄子 我白吃了半日 姑奶奶 再喂我些 这一口 细嚼嚼 凤姐儿 果又加了些 放入她口内 刘姥姥细嚼了半日 笑道 非有一点茄子香 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 我也弄着吃去 凤姐儿笑道 这也不难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 把皮刨了 只要净肉 切成碎钉子 用鸡油炸了 再用鸡肉脯子 和香菌 辛笋 蘑菇 五香豆腐 干子 各色干果子 都切成丁 拿鸡汤 微干 将香油一收 外加草油一半 盛在瓷罐子里 封盐 要吃食拿出来 用炒的鸡瓜子一半 就是了 刘姥姥听了 摇头吐蛇说 我的佛祖 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 怪到这个味 一面笑 一面慢慢地吃完了酒 还只管系完了杯子 凤姐儿笑道 还是不足性 再吃一杯吧 刘姥姥忙道 了不得 那就醉死了 我因为 哎 这样好看 亏他怎么做来 鸳鸯笑道 酒吃完了 到底这杯子 是什么木头的 刘姥姥笑道 愿不得 姑娘不认得 你们在这金门 秀户的 如何认得木头 我们成日家 和树林子 做街坊 困了 枕着他睡 乏了 靠着他坐 荒年间饿了 还吃他 眼睛里 天天见他 耳朵里天天听他 嘴里天天说他 所以好歹真假 我是认得的 让我认一认 一面说 一面细细 端详了半日 道 呵呵 你们这样人家 断没有那贱东西 那容易得的木头 你们也不收着了 我颠着这么体沉 断乎不是羊木 一定是黄松做的 众人听了 哄堂大笑起来 只见一个婆子走来 请问贾母说 姑娘们都到了偶像谢 请试下 就演吧 还是再等一会子 贾母忙笑道 可是倒忘了他们 就叫他们演吧 那个婆子答应去了 不一时 只听得消管悠扬 生敌并发 正值风轻气爽之时 那月声 穿林渡水而来 自然使人神移心旷 宝玉先禁不住 拿起胡来 针了一杯 一口饮尽 赋又针上 才要饮 只见王夫人也要饮 命人换暖酒 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 送到王夫人口边 王夫人便就她手内吃了两口 一时暖酒来了 宝玉仍旧归座 王夫人 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 众人都出了席 薛姨妈也站起来 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 让你姑妈做了 大家才便 王夫人见如此说 方江湖必与凤姐儿 自己归座 贾母笑道 大家吃上两杯 今日着实有趣 说着 情杯让薛姨妈 又向香云宝钗 你姐妹两个也吃一杯 你林妹妹不大会吃 也别饶她 说着 自己也干了 香云宝钗 带玉也都吃了 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 且又有了酒 月发喜地首舞足蹈起来 宝玉因下席过来 向带玉笑道 你瞧刘姥姥的样子 带玉笑道 当日圣月一奏 百兽帅舞 如今才一牛耳 众姐妹都笑了 须鱼月止 薛姨妈笑道 大家的酒也都有了 且出去散散再做吧 贾母也正要散散 于是 大家出席 都随着贾母游玩 贾母应要带着 刘姥姥散闷 碎鞋了 刘姥姥 至山前树下 盘桓了半赏 又说给她 这是什么树 这是什么石 这是什么花 刘姥姥依依领会 又向贾母道 谁知城里 不但人尊贵 连圈圈 连圈儿也是尊贵的 天这圈儿 到了你们这里 她也变尊了 也会说话了 众人不解 鹰问 什么圈变尊了 会说话 刘姥姥道 那廊上 金架子上站的 绿毛红嘴 是鹰个儿 我是认得的 那笼子里的黑老瓜子 又长出凤头来 也会说话呢 众人听了又都笑将起来 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 贾母道 吃了两杯酒倒也不饿 也罢就拿了这里来 大家随便吃些吧 丫头听说 便去抬了两张鸡来 又端了两个小捧盒 揭开看时 每个盒内两样 这盒内是两样蒸食 一样是藕粉桂花糖糕 一样是松阳鹅油卷 那盒内是两样炸的 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 甲母音问 什么蝎子 婆子们忙回 是螃蟹的 甲母听了 皱眉说道 这蝎子油腻腻腻的 谁吃这个 又看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 也不喜欢 因让薛姨妈吃 薛姨妈只剪了块糕 甲母剪了一个卷子 只尝了一尝 剩的半个地狱丫头了 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 各式各样 又剪了一朵牡丹花样的 笑道 我们乡里最巧的姐们 简子也不能搅出这么个纸的来 我又爱吃 又舍不得吃 包些家具 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 众人都笑了 甲母笑道 家具 我送你一瓷坛子 你先趁热吃这个吧 别人不过剪个人爱吃的 剪了一两样就算了 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 且都做得小巧 不显堆朵的 她和板儿每样吃了些 就去了半盘子 剩的 凤姐又命传了两盘 并一个传盒 与文官等吃去 呼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 大家哄她玩了一会儿 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 呼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 大姐便要 丫鬟哄她娶去 大姐儿等不得便哭了 众人忙把柚子给了板儿 把板儿的佛手 哄过来与她才罢 那板儿因完了半日佛手 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 又呼见这个柚子又香又圆 更绝好玩 且当球踢着玩去 也就不要佛手了 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 又带了刘姥姥 至龙翠庵来 妙翼忙接了进去 众人至院中 见花木繁盛 贾母笑道 到底是他们修行人 没事常常修理 比别处越发好看 一面说 一面便往东禅堂来 妙翼笑往里让 贾母道 我们才都吃了酒肉 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 我们这里坐坐 把你的好茶拿来 我们吃一杯就去了 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 只见妙翼亲自捧了一个 海棠花式雕七甜金 云龙献瘦的小茶盘 里面放一个 成瑶五彩小盖中 彭与贾母 贾母道 我不吃鹿安茶 妙翼笑说 知道 这是老君梅 贾母接了 又问 是什么水 妙翼道 是旧年捐的雨水 贾母 贾母便吃了半盏 笑着地语刘姥姥说 你尝尝这个茶 刘姥姥便一口吃尽 笑道 好是好 就是淡些 再熬浓些 更好了 贾母众人都笑起来 然后 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 甜白盖碗 那妙翼便把宝钗带玉的衣巾一拉 二人随他出去 宝玉悄悄地随后跟了来 只见妙翼让他二人在耳房内 宝钗便坐在榻上 带玉便坐在妙翼的蒲团上 妙翼自向风炉上 山滚了水 另泡了一壶茶 宝玉便走了进来 笑道 偏你们吃梯极茶呢 二人都笑道 你又赶了来撤茶吃 这里并没你吃的 妙翼刚要去取杯 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盏来 妙翼忙命 将那成瑶的茶杯别收了 搁在外头去吧 宝玉会议 只为刘姥姥吃了 他嫌阿咋 不要了 又见妙翼另拿出两支杯来 一个旁边有一耳 杯上捐着搬跑甲三个例子 后有一行小针字 是王凯针丸 又有 送元丰五年四月 梅山苏氏建于密府 一行小字 妙翼针了一甲 递于宝钗 那一支行四波而小 也有三个垂珠转字 捐着点西桥 妙翼针了一桥与黛玉 仍将钱翻自己 常日吃茶的那支绿玉斗 来针与宝玉 宝玉笑道 常言是法平等 他两个就用那样 鼓完其真 我就是个俗气了 苗玉道 这是俗气 不是我说狂话 只怕你家里 未必找得出 这么一个俗气来呢 宝玉笑道 俗话说 随乡入乡 到了你这里 自然把这金珠玉宝 一概贬为俗气了 妙玉听如此说 十分欢喜 岁又寻出一支 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 盘求整雕竹根的 一个大盏出来 笑道 就剩了这一个 你可吃得了这一海 宝玉洗得忙道 吃得了 妙玉笑道 你虽吃得了 也没这些茶 你糟蹋 岂不闻 一杯唯品 二杯 即是解渴的蠢物 三杯 便是印驴了 你吃这一海 更成神吗 说得宝钗 黛玉宝玉都笑了 妙玉直呼 只向海内 蒸了约有一杯 宝玉细细吃了 果决清纯无比 赞叹叹不绝 妙玉正色道 你这遭吃茶 是托他两个的福 独你来了 我是不能给你吃的 宝玉笑道 我深知道 我也不领你的情 只谢他二人变了 妙玉听了 方说 这话明白 黛玉音问 这也是旧年的雨水 妙玉冷笑道 你这么个人 竟是个大俗人 连水也尝不出来 这是五年前 我在玄墓盘乡寺住着 收到梅花上的血 统共得了 那一鬼脸青的花 问一问 总舍不得吃 埋在地下 今年夏天才开了 我只吃过一回 这是第二回了 你怎么尝不出来 隔年捐的雨水 哪有这样清纯 如何吃的 黛玉知他天性怪癖 不好多话 亦不好多做 吃过茶 便约着宝钗 走了出来 宝玉和妙玉陪笑道 那茶杯虽然阿萨了 白聊了 岂不可惜 依我说 不如就给了那瓶婆子吧 她卖了 也可以度日 你倒使得吗 妙玉听了 想了一想 点头说道 这也罢了 杏儿那杯子 是我没吃过的 若是我吃过的 我就砸碎了 也不能给它 你要给它 我也不管 你只交给它 快拿了去吧 宝玉道 自然如此 你哪里和它说话去 越发连你都阿萨了 只交于我就是了 苗玉便命人拿来 地语宝玉 宝玉接了又道 等我们出去了 我叫几个小妖来 河里打几桶水 来洗地如何 妙玉笑道 这更好了 只是你嘱咐他们 抬了水 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 别进门来 宝玉道 这是自然的 说着便袖着那杯 递给甲母房中的小丫头子拿着 说 明日留姥姥家去 给她带去吧 交代明白 甲母已经出来要回去 妙玉亦不慎留 送出山门 回身便将门闭了 不在话下 且说甲母 因绝身上罚卷 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 陪了薛姨妈去吃酒 自己便往道乡村来歇喜 凤姐 盲命人将小竹影抬来 甲母坐上 两个婆子抬起 凤姐礼丸和众丫头婆子 围随去了 不在话下 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 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 将船河散与众丫头们吃去 自己便也承空歇着 随便歪在方才甲母坐的榻上 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 用命捶着腿 吩咐她 老太太那里有信 你就叫我 说着也歪着睡着了 宝玉湘云等 看着丫头们将船河搁在山石上 也有坐在山石上的 也有坐在草地下的 也有靠着树的 也有傍着水的 倒也十分热闹 一时又见鸳鸯来了 要带着刘姥姥逛 众人也都跟着取笑 一时来至兴亲别墅的牌坊底下 刘姥姥道 哎呀 这里还有大庙呢 说着便爬下磕头 众人笑弯了腰 刘姥姥道 笑什么 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 我们那里这样的庙语最多 都是这样的牌坊 那字就是庙的名字 众人笑道 你认得这是什么庙 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 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 众人笑得拍手打掌 还要拿他取笑 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想 忙得拉着一个丫头 要了两张纸就解衣 众人又是笑 又忙喝他 这里使不得 忙命一个婆子 带了东北角上去了 那婆子只与他地方 便乐得走开去歇息 那刘姥姥饮喝了些酒 她脾气不与黄酒相宜 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 多喝了几碗茶 不免通泄起来 蹲了半日方弯 急出侧来 酒被风吹 且年迈之人 蹲了半天 呼一起身 只觉眼花头晕 遍不出路径 四顾一望 皆是树木山石 楼台房舍 却不知哪一处 是往哪一路去的了 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 慢慢地走来 急至到了房舍跟前 又找不着门 再找了半日 呼见一袋竹梨 刘姥姥心中自寸道 这里也有扁豆架子 一面响 一面顺着花杖走了来 得了一个月洞门 进去 只见迎面一袋水池 只有七八尺宽 石头气暗 里面碧波清水 刘往那边去了 上面有一块白石 横架在上面 刘姥姥便渡过石去 顺着石子涌路走去 转了两个弯子 只见有个房门 于是进了房门 便见迎面一个女孩 满面含笑迎出来 刘姥姥姥忙笑道 姑娘们把我丢下了 叫我碰头 碰到这里来 说了 只觉那女孩不答 刘姥姥便赶来拉她的手 咕咚一声 便撞到板壁上 把头碰得生疼 戏瞧了一瞧 原来是一幅画 刘姥姥自寸道 原来画有这样凸出来的 一面想一面看 一面又用手摸去 却是一色平的 点头叹了两声 一转身 仿得了一个小门 门上挂着葱绿洒花软帘 刘姥姥先连进去 抬头一看 只见四面墙壁 玲珑剔透 琴剑平炉 解贴在墙上 锦龙沙照 金彩珠光 连地下彩的砖 皆是碧绿凿花 竟越发八眼花了 找门出去 哪里有门 左一架树又一架平 刚从平后得了一个门 只见一个老婆子 也从外面迎了她进来 刘姥姥诧异 心中恍惚 莫非是她的亲家母 尹连忙问道 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 亏你找我来 哪位姑娘带你进来的 又见她带着满头花 刘姥姥笑道 嘿嘿嘿 你好没见世面 见这园里的花好 你就没死活带了一头 说着 那老婆子只是笑 也不答言 便心中忽然想起 常听见富贵人家 有一种穿衣镜 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 想必伸手一抹 再细一看 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 将这镜子嵌在中间 音说 这已经拦住 如何走出去呢 一面说 一面只管用手摸 这镜子原是夕阳激阔 可以开合 不宜刘姥姥乱摸之间 奇力巧合 便撞开了消息 眼过镜子露出门来 刘姥姥又惊又喜 碎走出来 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杖 她此时又带了七八分的酒 又走乏了 便一屁股坐在床上 只说歇歇 不承望身不由己 便前仰后合的 朦胧着两眼 一歪身 就睡熟在床上 且说众人等她不来 反而没了她姥姥 急得哭了 众人都笑道 别是掉在茅厕里了 快叫人去瞧瞧 因命两个婆子去找 回来说 没有 众人各处搜寻不见 席人颠堕道 一定她醉了 迷了路 顺着这一条路 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 若进了花杖子 到后门进去 虽然碰头 还有小丫头子们知道 若不进花杖子去 再往西南上去 若绕出去还好 若绕不出去 可够她绕一回子好的 我且瞧瞧去 一面说着 一面回来 进了怡红院 便叫人 谁知那几个 在房里的小丫头 已偷控玩儿去了 席人一直进了房门 转过几井格子 就听得憨吼如雷 忙进来 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 一瞧 只见刘姥姥 扎手无脚地 仰卧在床上 习人这一惊不小 慌忙地赶上来 将她没死没活地推行 那刘姥姥惊醒 睁眼见习人 连忙爬起来 道 姑娘 我该死了 我失措 并没弄阿在了床 一面说 一面用手去胆 习人恐惊动了人 被宝玉知道了 只向她摇手 不叫她说话 忙将当地大顶内 住了三四把百合乡 仍用罩子罩上 所喜不曾呕吐 忙悄悄地笑道 不相干 有火呢 你随我出来 刘姥姥答应着 跟了席人 出至小丫头子们房中 命她坐下 向她道 你说醉倒在山子石上 打了个盹 刘姥姥答应 是 又与她两碗茶吃 方觉酒醒了 因问道 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 这样精致 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 习人微微笑道 这个嘛 是宝二爷的卧室 那刘姥姥吓得不敢作声 习人带她从前面出去 见了众人 只说 她在草地下睡着了 带了她来的 众人都不理会 也就罢了 一时 贾母醒了 就在道乡村 摆晚饭 贾母 音觉懒懒的 也没吃饭 便做了 竹椅小场轿 回至房中歇息 命凤姐等去吃饭 她姊妹方附近园来 为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